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在看了兩場謝正廷LIVE的演出之後 我發現他也是一個持續因使用的愛好者 所以我就想說來介紹一些他的彈奏 他的想法,他使用和弦的一些方式 那麼我會分幾個單元下去做介紹 那麼也敬請期待 首先在這一集當中 我會介紹他在彈奏走這首歌的時候 他使用的和弦彈奏方式 首先我會跟你們介紹一下這首歌和弦的指法 那在介紹過後我會稍微再介紹一下 他為什麼會這樣用 那又跟持續因有什麼關係 在開始之前如果你還不知道持續因是什麼的話 你可以觀看我之前的影片 有簡單的介紹和簡單的示範 第一個和弦 第二個和弦 第二個和弦 另外一個按法 第二個和弦 第三個按法 第三個和弦 第一個按法 第三個和弦 第二個按法 第二個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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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個和弦 第2個按法 這首歌在沒有降半音的狀況下呢 它是E大調 那在E大調的狀況下 它的音階是這個樣子 它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喜歡某幾個音符 在音樂上面的表現 所以我們刻意的讓它持續的出現 那也因為這樣持續的出現 不論它換到什麼和弦 我們就是讓它一直出現 所以在某一些和弦狀況下 你有可能聽到的是很正常 三和弦或是七和弦的聲音 可是在另外一些和弦的狀況下 它也有可能讓我們的和弦出現一些比較遠的聲音 像是9、11、13這種聲音 而另外一個好處是 因為它一直持續出現 持續出現這個在音樂裡面 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表現 因為你一直重複同樣的聲音 重複同樣的聲響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記憶點 對聽眾來說 它是一個很好去捕捉 很好去記住的一個聲音 在這首歌的狀況下 它所大量使用到的持續音 是第一條弦還有第二條弦的空弦音 所以在這首歌的狀況下 也就是說我們按到任何和弦 我們只要把第一條弦還有第二條弦 放成空弦音 它就會變成持續音的一個表現方式 所以接下來讓我帶你們按一次 讓我們了解一下它是如何從 最基本的和弦狀態 進化成持續音的按法 第一個和弦 它第一條弦第二條弦 原本就是空弦音的 所以它不需要改變 第二個和弦 第一個按法 它的第二條弦是按在第二個格子 可是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第一條弦第二條弦 希望是空弦音 所以我就把第二條弦第二個格子放開 讓它變成空弦音 第二個和弦第二個按法 原本的按法 一樣 一二弦要放成空弦音 所以變成這個樣子 第二個和弦第三個按法 一二二旋放成空弦音 第三個和弦第一個 avez 第一條弦直辣 原本的按法 一二旋放成空弦音 第三個和弦第二個按法 原本的按法 一二弦放成空弦音 第四个和弦 原本的按法 一二弦放成空弦音 第五个和弦 原本的按法 一二弦放成空弦音 第六个和弦 第一个按法 原本的按法 一二弦放成空弦音 第六个和弦 第二个按法 一二弦放成空弦音 第七个和弦 第一个按法 原本的按法 一二弦放成空弦音 第七个和弦 第二个按法 原本的按法 一二弦放成空弦音 第七个和弦 第二个和弦 第七个和弦 第二个和弦 第七个和弦 第二个和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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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